今天買了豬肉碎 分了三份 做這個豬肉乾 平時有用焗爐來做 但今次想試用AIRFRIER 來做豬肉乾 到底效果會如何呢 好像這一份 我們打算用正常的糖 這份量的豬肉 用這麼多的糖 這份量會減少一些糖分 這份量會做辣味 現在醃好了 還未拌勻 主要這個就是正常的味道 因為豬肉乾通常都是偏甜的 這個就是正常 第二個就是我們加少了糖 都是屬於甜味的豬肉乾 這個就是加了些 黑胡椒粉和辣椒油 你看到時候 味道是否真的會不同 肉已經醃了六個小時以上 接著就預備一張這些紙 你可以墊在你的鏡頭面那裏 把肉壓到太厚的 按一下就將肉按到 和那個紙的大小 你看到嗎 剛好我們用手一路推滿它 牛乳的厚度不可以太厚 大概是一个iPhone 6那么薄 按好了 因为我们这些是辣味 我现在加点胡椒粉 黑椒 然后就剪开它 剪开后最主要是我们的AIR FIRE 的大小 如果你尽量遮到你的炉子 最大件放到多少件 你就会预测一下 现在我们先预热炉子 5分钟是370度 炉子正在预热 我们的目的就是 待会放一些猪肉干 就是现在的肉 下去就会是360度 每边7分钟 因为这种辣味 我们待会不会掃蜜糖 如果你有蜜糖的话 接着2个7分钟后 就会掃蜜糖 蜜糖掃完之后 就会开到炉子最大 有几大就几大 然后就两分钟完成了 好了 焗完第一转的7分钟 现在看到状况 我给你 拔了一张纸 没有断的 它也是黏住的 有朋友问 为什么会软皮皮 我们现在就给点蛋 看看不会软皮皮 接着又来 另一个7分钟 现在先拉出来看看 2个7分钟 翻面的就已经做了 现在最主要 如果你有蜜糖要上的 就现在好上 接着就会将炉子调到最大 多少分钟呢 就视乎你想要多深色 我们的经验 好像昨天试过2分钟 是挺好的 那我们就卷2分钟 如果你有玻璃面 看得到里面的话 就更加方便 去到对颜色 就停了 好了 我发觉 这些辣味 我们下得不够重料 有个网友 阿猪 你听着 我这一件 特意放入曼谷辣油 不要骗我 认识这一件 这个味道就放在这里 抄不切就自己按暂停 来抄 这个味道 就要点火 就要喝了 我我不是架子 这些人 就要喝了 你 喝了